近期,中国继续加强在南海的部署 引起美国政府和军方所谓的不安 事实上,中国需要一个没有美国介入的平静南海 分析人士指出,南海因其海上航线和潜在资源 对中国来说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这里有重要的贸易航线 通过它每年运送价值约5万亿美元的货物 因此,中国努力管控好这个地区 并确保安全就是自然而然的了 南海地区的威胁究竟来自谁 这一点是很显然的 目前,美国正施展一切手段加强自己在南海的影响力 美国正与菲律宾和日本在南海举行联合军事演习 并支持越南等对该地区争议领土有主张的国家 埃及贝尼苏维夫大学政治学教授纳迪亚·希勒米认为 由于美国的长期干预,借口是保护菲律宾等盟友 这个地区的紧张局势进一步加剧 长期以来,美国几乎把太平洋视为自己的内海 其军事基地部署在韩国、日本、夏威夷和关岛 但中国不会让美国人把太平洋变成美国内海 自2015年以来,美法英等域外国家 以所谓的航行自由为借口 在南海展开海军行动 实际上,他们的目的就是挑衅中国 日本和菲律宾同意将双方的合作关系提升到准联盟水平 此举显然是为对抗日益强势的中国 然而,升级后的日非双边安全合作 必须以促进地区和平与稳定为基础 两国应寻求开展平衡的外交努力 包括与中国进行对话 菲律宾越来越对与中国在南海的海上对抗感到担忧 而中国仍是非最大贸易伙伴 菲律宾还坐落在一条重要海上航线上 该航线也是对日本不可或缺的重要贸易路线 日非加强协调 应对共同安全挑战的有关举措很重要 但需谨防陷入过度以军事为导向的做法 因为这可能会在无意中加剧地区紧张局势 与中国陷入日益针锋相对的竞争中的美国 发现很难单独对抗中国 正试图努力建立一个 由包括澳大利亚 韩国和印度在内的地区盟友 及友好国家组成的网络 然而 与中国有着深厚历史和经贸联系的日本和菲律宾 不应助长对中国的敌对包围 这种包围将破坏地区稳定 而应在构建包括中国在内的包容性国际秩序方面 发挥关键作用